因为保罗乔治左西三碰缺阵,雷霆30日在主场,谨慎维斯·布鲁克·安芬尼两人苦撑,尽管为少最后关头投进追平三分球,字母哥阿提托康波却在最后铃。 9秒完成绝杀爆扣,帮助公路97比95险胜也让雷霆六连胜无奈宣告终止。 打到独秒阶段仍以92比95落后的雷霆多亏公路主控布雷锁两发不尽,造就维斯·布鲁克最后四。 7秒投进追平三分球,不过公路决定全力抢胜,靠着阿提托康波在比赛几乎快要结束的票量切入爆扣音球,完全不给雷霆任何反扑机会。 阿提托康波当然是公路做客及退雷霆的头号工程,他拿全队最高23分,另有12篮板,6助攻表现仍然全面,米德顿也有20分,6篮板,先发中锋寒生18分,6篮板及4火锅,史耐尔15分,公路目前与活塞并列东区第四。 维斯·布鲁克成为全场输到最门的球员,因为他交出40分,14篮板及9助攻的准大三元成绩,还是没法帮助雷霆扭转战局。 关键除了乔治的确证,安芬尼也没扮演好第二个分手角色,只拿12分,6篮板,雷霆终止连胜也数应该。 忠实电子报。 忠实电子报。